佛教的典籍真是难懂难读的吗? 这个问题应当分作两面来讲,一面是否定的,一面又是肯定的。 现在的一般年轻人都在诅咒佛教典籍的难懂难读,那是由于他们看的佛书太少, 同时也没有看到大部的佛经,比如大般若经,大涅槃经,华严经,法华经,维摩杰经等,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看过,至于阿涵经呢,看的人就更加少了。 其实,如果真想看佛经,应该先由阿涵经看起,接着看法华、华严、涅槃、般若。 那么我敢保证,他绝对不再会觉得佛经比耶教的新旧约更加难懂,而使人更加厌烦。 许多人以为耶教的新旧约浅显易懂,其实,基督徒中,很少有人曾经把旧约读完的。 一般,他们所谓的查经家,只是教人翻前倒后,断章取义,牵强附会,如果真的一口气读完旧约全书,如他不是职业的教士,不是盲目的服从,并且也不是另有目的,那么他对信仰,极可能发生惊讶和动摇。 然而,如想读完旧约,实在是一种精神虐待。 不过,新约的四福音的确是比较易读的,四福音中也只有马太福音写得最好。 佛经的特长,是每以故事题材的文学笔触,写出佛教的思想与境界,善用形象的描写及比喻来表达抽象的,形上礼境。 所以,胡适以为,佛经的翻译作品要比中国的古文、遍体文率真的多。 他说,因佛教的经典重在传真,重在正确,而不重在词遭文采,重在读者易解,而不重在古雅。 故易经大师以不佳文士,令易小,不失本意互免。 又说,纠摩罗诗译出的经,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,而最流行,又最有文学影响的,却要算金刚、法华、维摩杰三部。 胡适尤其推崇《维摩杰经》是半小说、半戏剧的作品,译出之后,在文学界与美术界的影响最大。 又说,法华经虽不是小说,却是一部赋予文学趣味的书。 其中几个预言可算是世界文学中最美的预言,在中国文学上也曾发生不小影响。 又说,佛所行赞经,乃是佛教伟大诗人马明的杰作,用韵文讲述佛一生的故事。 华言经末篇《入法戒品》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,写《善财童子求法事》,过了一城又一城,见了一大师又见一大师,随浮衍成一部长篇小说。 我们知道,胡师并不信佛,他对佛法的见解我们无法苟同,但他是近代中国白化文学运动的开山鼻祖之一。 他却以为佛教的经典富有语体文学的崇高价值,那么试问,佛经是否真的难以读懂呢? 除非你老早存有成见,否则,你当不至于点头说是吧。 然而如果读到大小圣住家的论点,那就真的要使你大伤脑筋了,特别是大小有宗的论注,那些陌生名词,那些精密结构,那些深邃思想,若非有了相当高的佛学素养,看了便是在看天书。 纵然是学佛数十年的老佛教徒,如果不曾有过哲学思考及科学方法的训练,也只能忘书心探而已。 正像,以一个武侠小说迷的读者,突然去读康德与黑格尔的著作,保证你也同样的不得其门而入。 那么试问,这样清醒的佛典,应该要他还是不要呢?不言而喻罢了。 许多人以为耶教的书容易读,其实,如果跑进他们的神学经验哲学中去看一下,你也会觉得不知所以的。 中古时代的耶教教士们,为了所谓谋天起与人质的调和,而将神话套上哲学的外衣,为将一切的问题全部纳置于天主的权威之下,所以要称哲学是神学的奴婢,以致弄得愚躯不惊,支离破碎,繁杂之极,并且也因此有了繁琐哲学的词号。 今日的佛教文章难懂的问题,或许是出于那些少数人的作风而来。 比如有些石骨不化的佛学家,硬是生吞活焰,患着思想的未尝机能障碍,他们看书不经过大脑,便将书中的文字断章取义,东抄西斋,凑成了他们自以为是的文章。 这样的文章,连他们本人也没有弄懂明白,到了读者眼下,当然要不知所云了。 不过,类似的文章目前已经逐渐少了,因为那些博古而不通经的佛学家,已到了自知退休的时期。 至于思想性的佛学论诸,那是供给研究用的,而不是通俗用的,自然不能要求他们写得像《西游记》和《水浒传》一样。 虽然近代的日本佛教界,也在适用西洋的哲学名词表达佛学思想,但也不能全部西洋化,否则便不成其为佛教,而失去了佛教的面貌。 总之,若从传播的方式上,佛教是绝对赞成文艺化或者通俗化的,若从研究其思想的理论上说,佛教是不能不深邃化和精密化的,所以我们固然要提倡通俗,却不该诅咒难懂。